《昏暗世界》大笑三声 上段子 茶友们好 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 给您请安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话说 从打起家开始 以灌输仇恨为己任的中共 灌灌灌 灌了几十年 彻底到收获季节 别人收获果实 共匪收获人命 以及全球声讨和抵制 没错 一名在深圳日本人学校上学的10岁青少年 日本人 18号遭44岁中国男子持刀行凶 送医不治 之后日本国举国震惊 反中情绪高涨 断交中国 冲上日本 网络热搜 您说日本人情绪能不高涨吗 那小孩可在他妈妈面前 眼睁睁 被暴徒杀害了 谁受得了这刺激 最关键呢 这已经是今年第3起伤害在华日本人事件了 第3 不是第2起吗 第3起 最近3个月是第2起 对呀 624苏州 日本母子遭歹徒持刀伤害 中国女士胡有平遇难了 918深圳 日本小学生遭歹徒持刀伤害了 对呀 这不是第二回 之前 过去这3个月往前推 今年4月份 还有一名派驻中国的日本上班族 也被中国歹徒持刀砍伤 我这4月份还有 这3月一回呀 这太可怕了 所以日本人出了一份怒 忍无可忍 日本网友怒火被点燃 众多跟中共脱钩断交词 全冲在日本的推特趋势上 能不冲吗 包括什么国交断绝 跟中国断交 渡航禁止 禁止你旅游 还有退避劝告 撤日本人赶紧撤 等等等等 真把日本人给逼急急了 很多日本网友对日本政府的态度也非常不满意 怎么说 说了 政府应该立刻向在华的日本人发布撤离通告 力气调高对中国旅游的警告 禁止日本民众前往 听听 民众都呼声了 还有这么说的 怎么说 为了防止中国人在日本伤害日本人 应该尽快听发签证 完了 挽抖一步的哭昏袋还关了 还有 中国人既然这么讨厌日本人 那干脆直接断交不完了吗 老死不相往来 落个清醒 您瞅瞅吧 日本人气成什么样了 日本政府现在压力山大 压力大 关键呢 选民拿着放大镜 全跟这盯着呢 很多选民说了 政府也太无能了 遇到这么大国民受伤害的事 光知道说遗憾 有个屁用啊 屁 这话操里不操 不过日本外相上穿养子 好也真没光说这遗憾 说了个什么卑劣行径 但是也不知道说完有啥用 日本外务傅大臣叫刚也正向 但是有点动作 当天就直接召见了中共大使吴江浩 表达严重关切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候选人 纷纷出来批评中共 敦促日本政府对中共展现毅然态度 毅然态度 要求中共当局立马做出解释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肉眼可见 这事要对日中关系造成灾难性影响 自民党总裁候选人 态度硬多了 纷纷批评中共政府 候选人石破冒就说 日同欲刺身亡 让人悲伤 愤怒 日本政府应该强烈要求中共说清楚 到底采取了什么对策 往后还要采取什么对策 杜绝这种事儿 最热门的候选人小泉金次郎也人表态了 应该严正要求他们中共政府 说明案件的所有细节 尤其是那杀人犯的犯案动机 白脚部战狼总战狼王毅王公公表示 这事儿绝对不能说 容易把我党的一条龙洗脑 扎鸡血生产线 给一拨端泄密 多坏啊你说 候选人高市早苗人也表态了 这一天多了 到现在中共当局完全不说凶手犯案动机 这几个意思啊你们中共 候选人河野太郎最直接 我看还是算了 算了 勿为言之不愈 这种事儿持续发生 一件不了一件 干脆在华日本人撤出中国齐活 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人受伤害问题 日本净刚大学教授杨海英 她说 日本政府现在担忧国民安全 估计很快得采取相应措施 什么措施 逐渐从中国撤资 错了 这事儿对两国经济 文化交流 人际交往 全得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肯定了 各位就等着吧 日本的强硬政治口号 立马就要上路了 您上路 这盘大旗您说让土共给吓子 搬起这反日石头 砸了忽悠日本投资那李强的脚 李强倒霉了 总书记抢答 双赢 嗯 麻了 连日来 日本小学生遇刺身亡的噩耗 牵动着每个在花日本人的心 因为呀 按照日本外务省的统计 截止到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已经达到101786人了 10万多人 对呀 这么多日本人在中国人生活 对呀 全是日本载华的企业员工 还有家属 其中 光这未成年人就有15000人 北京深圳的9个城市 有11个日朝学校 超过3300个学童就读 我看报道说 案发这间深圳日本人学校 是2008年6月开办的 现在270位日本籍的小学生就读 也有初中生 是啊 开了十多年了 还有笑歌那学校 灌篮高手片尾曲歌手 叫《大黑魔迹》他创作的 歌词相当浪漫 一群追梦人聚集在深圳蛇口的船灯旁 基于信赖 我们跨越间隔 互相守望 互相守望 守望是守望了 就是选拖地儿了 跟沦陷区守望 最后守望出一把刺刀来 没说这吓人吧 离深圳日本人的学校不到800米的地儿 是一个韩国人的学校 除了韩国学校以外 周边至少有三所以上的外籍人员子女 就读这个国际学校 出这事以后 不分国籍 不论肤色 所有学生下掌 全都瑟瑟发抖 总书记表示 这位刀客一举帮我提前实现了 建成在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小目标 他共同体呢 您就戏品 加入这人命共同体 什么结果吧 就是 日本侨胞还不赶紧脚底抹油 东渡扶桑 回家密洗去 日经中文网人都说了 大量日本企业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进驻中国的 11年年最鼎盛的时候怎么样呢 在华日资企业曾经超过33000个 在华日本人超过15万人 后来疫情期间 中国经济遭遇动态清零停摆了 再后来 反戒年法又来了 总加速师是一脚油门下去 好 日起下的是纷纷加速裁员撤场 在华人数比12年减少了三成 实际对华投资减少了15% 还不太够 就这 按日本外部省去年数据 还有13000间日本公司 在中国有业务呢 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的城市 案发地深圳80年的时候 被指定为中国经济特区 聚集了大量的日本企业 凶杀案一发生 这日本人全都冒汗了 一个日本电子公司高层 说实话了 可怕的伤害日本人的事件连续发生 又偶然这两个字已经解释不了了 只能对在华业务谨慎从事 关键您再谨慎架不住 有防不胜防这四个字等着 您说这咋整 看民间 五毛战狼小粉红 讲杀讲砍 再看官方 反间谍法 网格园小脚针机队玩命巡逻 已经发生了好几起 日本人因为索媚的什么 涉嫌间谍活动被逮了 很多人一想起来 到中国就容易回不去呀 所以对访华退避三舍 这点日本政府官员特别悲观 说呀 我们日本人这种心态 肯定进一步影响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 中日友谊的灯要熄火 中共七个小矮人紧急赔校 狗喊别别熄火 快来了 我们买你们海鲜 大外招走起 杀害日本小学生案 于情四起之际 党中央震撼宣布 中日亲善都快出来 跟日本人热恋拥抱吧 我这在华日本人千万别拥抱 有毒 就在今天9月20号 北京隆重公布 已经和美丽善良的日本国 在福岛核处理水排海问题上 达成共识了 拉倒吧 还共识 一条日本小学生人命引发的改口 您这是 北京有关方面表示 原来我们被境外势力谣言给骗了 这才恍然大明白 合着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啊 功在千秋 力在当代 说什么呢 所以我们必须逐步恢复 符合规定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谁也甭想拦 拦也拦不住 哦耶 这哪个精神命运大门没关 让共匪精神病给跑出来雷人来了 党先说话 抱歉 我们这弯儿 拐的确实有点急了 容易擂着吃瓜群众三观 可不吗 顾不上那么多了 十岁日本小孩一枚 我们那些活动的钱包 在华日本人 全要跑路 跟这儿呢 得紧急止血 不能让他们带着钱包跑了 错误了 您说这共匪多能装吗 中共外交部是大言不惭 愣说 这决定跟深圳血案没半毛钱关系 崴脚部小钻峰表示 废话 不知道我们玩的就是多冒冒啊 小日本小孩遇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9号那天连发撒腿 玩命痛批犯罪犯的罪行 极为贝劣 要求我们赶紧解释 必须的 解释什么呀 怎么解释 没法解释 只能先拿买海鲜的大把钞票 把他嘴给堵上 要我看 根本就不止给不出解释这么一点事 人外媒都评论了 现在越来越多日本员工不想去中国工作了 北京你们要不来点真格的 就是一盘黄花菜 凉凉 何止日本员工不想到中国工作呀 在华日本 日起 还加速撤离呢 然后日本社会还玩命厌中情绪呢 都爆棚了 这些事处理不好 毛腊肉贼东 保不齐都能从水晶棺子里蹦出来 干嘛呀 写呼 协名一大耳帖子 让你对我的大恩人恩将仇报 下手轻点 看来这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林剑不一定应付得了 得换毛宁毛子妈出来上阵眨眼了 齐活 央视光明网等一众大陆官媒 纷纷报道了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大忽悠表态 又忽悠了 中日双边共识内容发表的时间 这纯属巧合 跟深圳南童玉席没一丢丢关联 此理无言嘛 之前经过双方无数轮 就是枪枪枪 彩丁壳 我们都枪就烦了 再说了 我们为了假装没压力 不是跟你们强调了吗 强什么 双方达成共识文件 不意味着立刻 现在我们等不及 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总书记的面子 需要我们再矜持两天 注意我表情 非常淡定哦 往这看 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 并不意味着 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这关子麦子 吐了都快 有本人别达成什么共识啊 毛宁表示 就是又达成共识 又假装犹豫不决 没听说过装大半算的杠精 杠精中的战斗机 会装算的杠精 错误 装算的 拢共分三步 这也分三步 第一步 中共外交部官网公布 中日双方就辅导 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 文件 第二步 两国达成四点共识 有效参与监测取样 基于科学证据着手 下一条 硬凑出来的第三条 装慎重了啊 调整有关措施 逐步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您听听 把土工自己的心急如焚 撒必买好 自我打脸留住日资 胆子常在日方前脸要求下 勉强给日本一机会 盲警也没想到眼睛血亮的吃瓜群众 一碗凉水直接看到底了 那么掐树印装矜持 也没拦住网友海啸及吐槽 忽悠必翻车是翻车必惨烈 简称忽必烈 9月20号逐步恢复符合规定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登上微博热搜话题 招来大量网民排山倒海般口水 是的 纷纷表示 这让我觉得之前抵制像个笑话 评论都不敢开意 我的妈呀 核废水越排越多 咋还反倒合格了呢 还有这句呢 所以 之前那封了个寂寞吗 小粉红俩废一点全气炸 怎么炸了 玩命酸党和政府 918杠过 一个日本小孩就逼着我们全民吃核污染 我就害 日本人在我们这有这么高的话语权了 惊呆 不拿爱锅老百姓当回事了是吧 要吃 让商务部先吃去 商务部表示了 什么叫先吃啊 我们就没耽误过 我们一到日本 一人三盘四身 馋死你们这帮傻屎子 微博微友 这么说的 持续几年的闹剧终于要化成句号了 哎 原来不是不能拍 也不是不能吃 那是 只是要满足所谓监管要求 污水和废水就可以花等号 明白了 就可以开始开放海鲜进口 这通知打了我们多少爱锅网友的脸呀 您说是 看来 政治 利益 科学 完全自由穿越 彻底hold不住了 连墙里微博网友都这么说了 您说这墙外边不定欢乐成什么样呢 咱看看墙外怎么欢乐 首先是共同社 直接发了一红标题的独家 什么独家 外交人士称 中国将表明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 最牛的是大配图 福岛第一核电站完整航拍图 扎心了 这等于专门对着小粉红敲黑板呢 往这看往这看 进口的就是这配图航拍图附近的水产品 营养可丰富了 网友欢乐的一批 党可真够牛的 但凡想凭个事 全是靠抽自己大嘴巴 当然了 解释权归党 以前抵制是个笑话 现在取消是个笑话 这叫好事成双 双孝双赢 麻麻 吃瓜群众纷纷表示 命苦不能怨二百五 本来就是个政治笑话 谁让你们韭菜当真来着 你们瞅瞅那帮愚蠢的小粉红 不但不吃进口日货 连国产的都不吃了 导致这海鲜卖出去 养殖业趴锅 你们让党这地方财政 咋整啊现在 只好灰溜溜说回之前那些话 结果呢 哎 你们这帮不吃台具的小粉红 还不买账了 你们这想气死你们打帮啊 总书记翻墙偷着乐 稍微乐得有点大不劲 差点从椅子上遮下来 重新俯好墙头之后啊 还跟那咯咯咯笑起没完 我吓成大了 笑着说 真难为这帮小粉红了 上回我们把科学问题政治化 这回我们把政治问题科学化 随便 小粉红的CPU能不冒烟吗 早烧干了 粉红天线宝宝集体表示 义和团的勇士们 有敢攻打外交部的吗 去干死那帮太监去 牟宁林健化的妈集体表示 专捡软狮子捏呀 你们上中南坑 找答的去呀 我看行 今天的广告时间让给养眼佳品 来自日本的Questwise 舒缓冷敷眼帖 对于一天到晚 不离电脑和手机的现代人来说 假性近视屡见不鲜 而这款符合亚洲人脸部结构 这个小星星眼帖 可以为您解除假性近视的困扰 昨天 几位自媒体的朋友讨论事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不止一位脸上跟我似的 贴着这种小眼帖 稀干不稀干 我特别理解他们 写脚本用眼过度 眼睛酸胀疲劳 贴上以后清爽太多了 眼睛周边6个穴位 可以自由组合 贴一对两对全贴都行 特别随心特别简单 效果确实好 昨天和前几天都有查影 一次就购买了6盒眼帖 反购率不是一般高 在简单介绍冷敷眼帖的四大特点 首先快速舒缓 只需要5分钟就能告别眼睛干涩 其二 即刻提神 上班时候贴特别醒脑清心 其三 缓解您的过敏 对花粉过敏引起的眼部不适 效果非常显著 其四 改善视力 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对这儿童视力保护 尤其有帮助 这些效果是怎么来的呢 您可能知道 眼睛保健除了按摩激活 还要给足了营养 咱们眼贴采用先进的透皮吸收技术 就是这个 百分百天然植物萃取物 把眼睛需要的营养直接输送到眼部的穴位 穴位 不仅能舒缓眼睛 还能调节肝精 肾精 一举多得 话不多说了 使用手机APP观看节目的茶友 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的产品展示小窗口购买 用其他设备观看的茶友们 您可以点击描述栏 也可以点击置顶留言的链接 也可以购买 在浏览这个眼贴介绍的同时 根本不耽误您看本期节目 美国购买的满59美元包邮 注意啊 夏威夷阿拉斯加还有关岛 需要支付一定的优费 中国大陆满600美元包邮 缓解用眼疲劳 保护势力 您也试试 又到茶友互动时间了 首先宣布上期节目的茶友民调结果 问题是 您认为这日本企业应该赶紧撤离中共吗 应该吗 答 一应该还得尽快呢 191票96%的得票率 二应该慢慢过渡一下得 六票 三不应该 零 四随便 一 没有一个认为不应该撤离 相反96%的茶友认为得赶紧撤离 好 开始分享茶友的精彩留言了 听 今日好生气 这两天呢 日本国各大社交媒体炸开花了 急了 我从来没看过 近代如此温顺不爱惹事的日本人 这么愤怒 语言这么激烈 彻底怒 表达对中共国人的不满 这是中共仇恨教育最大报应的预言 报应来了 918当天 在中国深圳的日本人学校 44岁中国底层人 刺杀了一位日本10岁小孩 就当着他妈的面儿 孩子内脏都流出来 抢救无效死亡 中共警方通报怎么说 是未成年 审性男子受伤 之后日本记者外交提问 中共外交官的林健怎么回答的 这种偶发事情各国都有 中国身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会确保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工作生活安全 此事不影响中日两国关系 好吧 中共国 义和团们加油 等着多国联军破北京吧 接着听 今日也好生气 中共外交部对以色列攻击加沙巴勒斯坦人 谴责以色列 但是他们这些中国人伤害人外国人 不是说偶发事件 就是寥寥无语 不愧这双标强国呀 真要攻击小学生 中南海不是有一真正的小学生吗 你们攻击他就有本事 能攻击到中南海小学生才是真正的英雄呢 你们攻击手无寸铁的小学生 比畜生都不如 这畜生的词都给侮辱了 听 今日好伤感 这条评论是留给那个受伤害的孩子的 孩子 如果这是你来这个世界的选择 用你短暂的生命换来更多人的警醒和底线 那么你可以安心的去了 只是一定要去一个什么都好的地方 不要再回来 我也希望和庆幸你走的时候 不知道那个丧心病狂的暴徒伤害你的真正原因 哎 你算是干净的来干净的走 我们这些还在的人 会在这个世界各地 七一好茶 帮你看着那些人的下场 最关键是看着教唆凶手 共产党的下场 再听 今日好无语 我在大陆经商生活了十余年 正常大陆人真没冤过太多 几乎一个个都仇日 也因为有钱了 就自大嚣张 哥们从小受到那教育 说中国是理智帮那个想象 简直是平行世界 个别人 我 我认为 其实正常的中国人还是很多的 只不过他们沉默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 听 今日好脑洞 应该让八国连商一块撤走 让这片土地上沉默的人民自己决定 共产党还是民主社会 而不是继续沉默下去 沉默也是一种协同犯罪 再听 今日好答案 林健表示 记者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13579 叫单数 2468 叫偶数 偶发 偶发 当然得发两次 它叫偶发呀 这各案各案 发生次数得是各倍数 当然它就是各个案了 等会 深圳这次不是第二次 它是第三次 怎么能叫偶发呢 林健表示 4月份那回被我四学五入了 听 今日好进去吧 对于记者提问 林健表示 我竟然无言以对 这几个字您听着耳熟不 不好 林健翻墙 偷看茶馆 别打扰他 让他多看 感谢茶友一起走过轻松又沉重的周末 如果您愿意帮助哥俩坚守茶馆 可以捐助 打赏 分享 准发 支持我们做出更多传播真相的节目 也欢迎感兴趣的茶友 试试哥俩推荐的QuestWise舒缓 冷敷眼贴 好嘞 一周一款 欢乐上线 大笑新闻 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 再见